乖了 沈了契合应该说 机会不大了 这个刚才没打着 被他后面 劝反这一套 老K直接刚才的解决了 是这个最后一次选呢 好了 咱们现在来看这场沈阳夜风对战 胡剑老K的对决 老K付出之后呢 也是 今天晚上这个比赛 赢4万啊 输3万 第3名是2万 第4名是1万 手法一模一样 都是看巴神的发挥能力了 现在这把沈阳夜风的巴神没有发挥好 被对方打晕了 老K这波巴神真的是吃牛肝了 战斗力 蹭蹭往上跳 现在目前夜风只能靠他的神乐跟他的马力了 神乐打巴神不太好打呀 来 走一下吧 先来助辞 没有资源 夜风这里没有任何气啊 好尴尬 神乐七盒没有气真的很难打 好了 继续抖起 那现在谢风low完之后 抓配合 配花打到了对方和夜风这里取量就又没了 坏了 神乐七盒应该说机会不大了 哈 这个钢队丁没打着 被他后面 劝反这一套 老K直接钢队丁解决了 神乐七盒最后一次选 那夜风只剩下一个马力了 难道说要有一条三 会不会一条三 朋友们 夜风的马力 跳中角 马上确立魂之弱 把神飞 这个此镜头真的是复合着相当精准的 现在来看下马力打反三局吧 OK 中间是 陈国汉 他们所同的大海猪 黄皮是猪 刚才距离太远 距离独近的话就可以再抓一次 那现在大猪怎么拿起针 马力居然被大猪消耗很惨啊 现在还剩下一个不到不到两个 完了 夜风这边肯定要被罚战了 不败近身要被破解了 坎赖超级马力也不行了 记得关注再走